我想問一個 先女師平常私底下其實很澀 對我很澀 大小大小 69 你喜歡69嗎 我想69 我我我嗎 這個超難約的你知道嗎 我問過他五六八七次了 所以就我最好約的 你最好約 你比較嫌疑 然後這個人終於來了 然後這個人也是敲碗 被敲碗敲碗 來臨正中介紹他一下 我們歡迎林腔傳的 林夢傑進來 我覺得你現在要突破你自己 因為每一集風格都是 哈哈哈哈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上次我來的時候 你有台語對不對 你來自我介紹 你幫我介紹 這一集拜託你 輕聲細語 輕聲細語的介紹 好我現在來介紹囉 本名林夢傑 羅馬 林夢傑 英文名 Bidi Baby 你怎麼會叫做Midi 要不然你叫做Midi嗎 重點是他密稱是 空靈系校長 夏語琴 那個 笑容甜心 男人 LALA隊 一人 然後教育程度 台南市家綺女中 有人說LALA隊女神 ChunChun跟孟傑 雙胞胎撞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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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很多人都說我像 ChunChun 沒有沒有 你比較胖 那你應該跟ChunChun很像 因為我跟Chun像 可是你跟我像 沒有我跟他比較像 不是 因為最近很多人說我跟他很像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候我看到照片 我還以為我是你 你是我 因為他會繃繃繃繃繃 然後我們反正 沒有沒有沒有 他比較肉一點 好啊好啊好啊 我跟孟傑認識太久了 認識很久 大概七八年左右 之前是溏心蛋組合 七八年應該很多很多事情 很多很多事情 你覺得孟傑Chun嗎 Chun啊 我還好吧 這還蠻還好啊 但你覺得他Chun在哪 他Chun在很多地方 他已經打兩碗了 很多地方 而且他相處比較久 你一定故事很多 他太多了 而且他Chun是那種 他被騙人他弟子知道 我被騙人了 我被騙人了 他就是很常就是 好想聽嗎 一朵鮮花配大鱉 哈哈哈 你現在這麼愛我 我應該是大鱉 你不是你不是 OK 那是Scii 哈哈哈哈 今天就是要弄傻 我有看到 也有疼啊 玩台語好嗎 台語還可以 那你講這個的台語 台語 玉圓茶 不好意思 請問你想要喝什麼茶 我想喝 我喝一茶 我喝一茶 那我想問一個 鮮女是不是平常 私底下其實很澀 我還好 我真的還好 你這樣問誰為啥 所以我很澀 大小 大小 菩薩你喜歡被強壓 還是你壓別人 我喜歡他對我那樣 喔真的 啊 我就說了 快點 我的東西呢 沒有 快點快點 沒有 不是這樣 不是這個 我是說他平常 搞笑 對我搞笑的時候那樣 我們在休息室 然後那個時候 芸汐好像在穿衣服 還怎麼樣 然後他就突然拿一個皮帶 然後那時候孟姆姐在旁邊 然後我就一直觀察 孟姆姐怎麼笑那麼爽 我真的要呈現一下 我那時候笑 是因為他很好笑 並不是因為我看到這個 沒有 妳是看到這個 不是我在那邊看到他 他就一直在那邊跳 他那時候給我聽了一個什麼台語音樂 好笑 好笑 小人會得了解 都不理會 愛愛阿西哥的巴西 阿西哥的球 嗨嗨 請問一下 會不會參加全明星運動會的運動員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有 我有耳屎脫落症 那個是什麼 那個就是會 因為會暈眩 而且我發現這個症狀的時候是在我們 西四頓那個時候 蛤 這麼早 我跟他跳槍的時候 就穿天旋遞腫 我一開始以為是腸胃炎 因為腸胃炎會就是 嚇吐 然後會暈 後來醫生他建議我去看那個 耳鼻喉科 他說為什麼 耳鼻喉科 差好多喔 對 然後他就說 這可能是內額不平衡的問題 所以就是去看耳鼻喉科 然後他會幫你做一個副位索 所以是不能 就是這樣甩頭嗎 就是不能太過用力的那種 比如說甩頭的動作 那沒辦法好嗎 但是沒有辦法復原 那把那時候 就是你整天要共存 就沒有辦法開刀什麼東西 所以你以後跳舞 就是都不能甩對不對 對 因為他有一次發文 然後說什麼 他也很想要像之前一樣 可以用甩甩 對 曾經是有被酸民講過是不是 沒有人講到就是 跳舞什麼不認真之類的 可是我自己就會覺得 想要跟大家一樣 那一次看大家的那個影片 我覺得大家什麼 甩頭髮什麼都超美的 然後大家因為我不能甩 我就整個做假動作 然後就跳起來就會覺得 就舞好像少了一點的感覺 所以不會想要去參加運動 就是不行啊 因為那個太激烈了 你卸任經理的職位 對 你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一開始會覺得很捨不得啊 因為已經當了三屆的經理了 然後突然被通知的消息 就覺得有點難過 但是又覺得 是另外一個開始 因為其實我當時 就是當經理的時候 就沒有其他太多時間 去做別的事情 對 就是因為很忙嘛 然後現在就有回家要做的時間 做就像 或好好休息 因為我覺得 其實很累的 很傷身體 人真的還是要休息 適當的休息 對 有最想要做什麼事嗎 蠻想要出一個個人的EP 就是有拍MV的那種 但是就一直沒有機會 可能沒有時間做這件事 因為我跟你講 超多粉絲說 你唱歌超好聽 你超級適合出一品耶 什麼時候出 有時候以為想要站在那邊 你講個十次應該就會有了 我想問一下仙女 有沒有發生過最適合的事情 就是一開始 真選的時候跌倒那次啊 我跟你講 她跌倒那次也超美的 超美的耶 不會那個跌倒是設計好的吧 沒有 你要趕快爬起來 不然你跌在那邊更熟啊 是很熟 那你應該熟爆了啊 我們常跌倒 第二是跌倒啦 不會還會這樣起來 對啊起來 然後還要美美的這樣子 對啊 請問你的摺偶條件是什麼 你的類型 你可以講個性 身高體重 外表外表 比我高 蛤 迷你高 那很簡單 只有160公分就可以了 可以啊 可以 那年紀比你大10歲 10歲 你喜歡大還是小 應該說我喜歡 你喜歡大還是小 觀念成熟的 大還是小 就不一定 大還是小 沒有 她的意思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認真講 認真的理想成熟 思想成熟 我覺得年紀好像不太一定 70歲可以接受 太多了 6、9 妳喜歡六九嗎 我想六九 我我我 我嗎 哈哈哈哈 你能不能愛打麻將 她很好嗎 還行吧 我打拼應該還可以 就是我都還蠻正常的 就是我沒有暴怒或是什麼 她暴怒你也會覺得很可愛 比如說你丟一個東西 她要胡 我胡了 就是很像你在打那個 然後如果她丟她別人胡 就說 噢 你幹嘛吐我的啦 她就覺得 蛤 麻將也還需要這樣子 感覺你好像她隨時 沒有架一個攝影機 哈哈哈哈 但她沒有 她天生的 對她天生的 然後她在想要選牌 所以說 我會選很久 因為她那時候剛學會打麻將 就是她會有點督氣 嘴巴對 但她可能不自覺 她就是在思考 這樣 為什麼一直那麼像 啊我剛剛丟錯 啊我可以再說回來嗎 但不行嗎 衝箱 她那有罵過彰化嗎 她罵的彰化你也覺得可愛 就那種 打破 這樣子 她沒有這樣吧 我沒有這樣吧 沒有這樣子 她沒有這樣 咖啡 快點啦 快點 我跟她說 咖啡嗎 Oh my God 咖啡 對不起 妳如果今天要去無人島 妳會想要帶誰去 帶誰去嗎 對因為妳 妳只能帶一個人 我想一下 這個還要想喔 想到那年期啊 對啊 有啊她看到我的那個 好那除了大為內 除了她以外 曲藝吧 蛤 為什麼 我今天因為曲藝很 很照顧人 喔妳喜歡會照顧人的 對 哇那我也蠻會照顧妳的 難怪妳 因為我會照顧我的情緒 哈哈哈哈 很會讓妳開心 對 我曾經有在妳那個直播 聊過她一句 她真的是感動要哭欸 她忘記一件事 我說欸妳是不是老了 我忘記說我老 但沒關係 我陪妳一起到老了 我不是全過情緒都收 對 就唯獨那一句 她那一句超唯獨 真的認證去分析 結果完全全面感動 其實蠻感動 因為媛媛就是一個瘋瘋的 可是她又會很照顧人 但我跟你說 那就是發自內心啊 因為我女哥在她一起老啊 可是我沒有 沒有 沒有 那我就去喊 哈哈哈哈哈哈 妳這樣 妳這樣 妳的額不壞則 妳這樣可以塞到裡面 妳的額不壞 妳的額不壞 我要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就是呢 因為我前陣子就是 發生了我爸爸的事情嘛 他們兩個 就是來抱我的人 因為那早上過了幾天 然後我才去練 就是當時我們也都不太敢悟我 怕會就是我會觸動 對 觸心傷心 真的就是他們兩個 來抱我的人 真的喔 妳有抱他 我有抱他 有 他就先來抱我 然後後來 好 給妳先拿 好 然後練我六禮拜 他站在後面 然後就突然就把我抱 就是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完全懂那個感覺 其實當下所有人跟你講什麼 就聽不進去 你只要默默的就是 一個擁抱 這樣就夠了 我就會記得這種 這個練習 妳好可愛喔 怎麼辦 我想知道 真的好可愛喔 因為我真的完全不敢屁他 我也不敢 就是在他文章下面留言 可是我又知道他那個感受 一定很痛苦 然後他又必須很堅強的來練舞 然後又要去工作什麼的 我知道那個 那個感覺就是 就是他懂 其實很折磨 你知道嗎 因為你要在大家面前笑 對 所有人講什麼 完全聽不進去 你就真的需要一個擁抱就夠了 對 好 因為孟姊他有一個綽號叫做空靈稀少 他隨時隨地都可以放空 來 不信你看 好空喔 天啊 天啊 好快喔 好空喔 我們現在玩個遊戲 就是他要放空 然後我們講笑話 他不能笑 他要一直放空下去 這個對他來講是一個挑戰喔 有一點 因為其實你剛剛講了很多 覺得很好笑 我們不要有情緒 我們是用念套 我們就有文章 你先深呼吸 我先到前面去 你先到前面去 還是你先到 我先不要笑到你們去啊 我先不要看到你們 但他笑我們看不出來 所以他等一下要含一口水 如果他笑 那個水噴出來 他就輸了 好 那我們就限時三分鐘內 請喝水 含著水 然後我們兩個會準備一些東西齁 你就比個OK 我就開始 念一句話 好來 五月天燒生的話會變什麼 啞梅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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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啞梅蒂 為什麼櫻花勾吻歸鋪大死 為什麼 因為他特有種 特別的種類 郭姓蒂如果比賽出了他會說什麼 真種 再見 孔雀去KTV很花錢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興奮就會說開瓶費 開瓶了喔 超好笑喔 我都不懂了 你一出來就泡 你用撒嬌的口吻吻出來的片段 你什麼時候會上市呢 目前拍完了 拍完了 已經在挑片了 拍完了就開始製作 希望可以趕快上架 今年嗎 對希望今年 今年的時候可以跟大家問世見面 那也可以隨時關注一下 明杰的IG跟粉專 會不定時的 分享一些現況 然後還有公開活動資訊等等 對那很開心謝謝孟姐 我們的仙女 終於來到威權那了 還有她的 最後好好講 然後這個 我已經要分析了 沒有沒有 好現在就很好了 最後呢 我們要謝謝孟姐 還有我們的西瓜 他們兩位呢 IG跟粉專都要記得按讚哦